好了,捉到幾位雞丁組的得獎車手聊天了 今天下雨,Jolian有沒有影響到你發揮? 順利贏了雞車王后組的冠軍 是,今天有高人指點 所以下雨都還好 你自己駕駛覺得下雨會不會很難控制呢? 我覺得如果找對竅門之後你駕駛的話其實都可以的 我記得今天現場有很多人圍著等他指點你 誰是高人指點你? 我有一個朋友,他今天沒有來 但他早已錄音講完 但我也不是錄酒的,錄酒都教了很多東西 好,在這裡恭喜拿到雞丁組的分站冠軍 希望你接下來還有兩站拿到好成績 看看可不可以衝擊全年的雞丁組 好啊 好,再下來訪問對劑 對劑就是JL Racing JL Racing的兩位就是Joli Gran和Leo Yeh 兩位呢,第幾次拿對竅? 你很多次了 第3次了 第3次 OK 那今天呢,其實也有其他隊都來了現場參加 你們自己的隊,特別在今天下雨裡面 會不會合作難了呢? 最主要是大家其實都認不出大家是誰 哈哈 那一件魚粒呢,一樣之後又用了白色頭盔 OK 都看不到大家是誰 都是向前衝的 對,都是向前衝的 OK,你呢? 其實都是自己顧自己的 都下雨,每個人都打了白甲鑽 都想不到那麼多東西的 OK 那就是小錯就是搞定了 對 一向都是這樣的策略 那接下來呢,現在你們贏了這個分站 應該在全年的得分裡面應該是佔先多少的 對全年的信心怎麼樣呢? 都不錯的 希望我可以今年多拿一個隊際冠軍 都是穩陣一點的 穩陣一點,小心一點 應該隊際都OK的 好,在這裡恭喜你們,謝謝 那問Joli和Joli三車 Joli,有一次頒獎台見到你了 這次拿三車了 亦都為你添上寶貴的10分 對你自己全年的增標形勢有沒有幫助呢? 有些啦,但是始終還有兩站 最後兩站,什麼情況 個個都不知道 還有那些快的那些又回來了 所以今天我就輸了 哈哈哈哈 其實還有兩站 一站就是沙井,三水 你自己有沒有說深水哪一站 你會機會大一點? 沙井好少少的,熟一點 三水就一時試 即是試過幾次在那邊 都不是拿得那麼好 很多那些彎的線路都還沒摸熟 事實上呢 現在在積分榜 你無論是個人或者是 對際都是領先的 那會不會其實 都不是領先的? 不是,是第三而已 個人喔 個人全聯 他上次是冠軍嘛 他現在領先 喔 他暫時在領先 你現在是第幾嗎? 不算這場第三 OK 那即是對際又在叫糊 加上這場可能第二啦 Sam Lee又有分 我個人都還在爭 OK 都還在掙扎 我以為你在領先 不是不是 沒有 那你慢慢吧 繼續努力 哈哈 今天問一下BD Sio BD Sio呢 今年第一次回來了 做甚麼事? 是否生氣不回來玩? 不是的 很支持雞車王的 不過是星期日抽不到時間 是的 這次這麼幸運 星期六就有得回來 還好幸運有獎得 多謝你 那一段時間有沒有玩呢? 今天回來駕駛 特別是下雨的感覺如何? 都是因為天下雨 我覺得大家的水平差距拉低了 所以大家都水平很平均 那我好幸選了一輛車的精神 那所以都 有機會拿獎 那就恭喜你啦 你這麼久沒有回來 一回來就有獎獲了 OK 很聰明 謝謝恭喜 繼續回來玩 OK 好 好就是Sam Lee了 Sam Lee呢 其實就有些三心兩意啊 你這個人 是啊 由季初開始 我們已經說八十一八八十一八 這樣玩的 那今次回來其實都是 陪個朋友 就是陪個新 阿諾 對阿諾 一起玩 大家一起玩會開心一點 OK 那你玩完一八 有沒有覺得 玩完一八回來拿回八十 是更加控制得好呢? 的確是很大分別的 就是一八你吸收到的東西 再放回八十 其實就 會有很大的進步 有一個 那現在拿了這寶貴的十九分 似乎你仍然在增標行列裡面 你是不是領先啊? 應該不是領先的 加上好似兩個頭車 只是 嗯 是的 都有機會的 兩個頭車三十八分 現在還有兩站 機會仍然在這裡 沒錯沒錯 那希望你現在就 立定目標向雞丁進發 希望有機會可以衝擊全靈的冠軍 是 對 在這裏恭喜Sam Lee 亦都呢 訪問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